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在今日的常规赛中,森林郎客场108比130,惨败于勇士。 本场比赛,森林郎状元秀后卫安东尼·爱德华兹,上场27分钟,13投4中,得到15分,三篮板一助攻。 赛后他接受了记者采访,谈到了,球队输球的原因,斯蒂芬,库里,就是这样,哦,他一上场,就连得12分,这就是,全场比赛的关。 剑,我们缩小了分差,追分,战斗,之后,他继续延续表现,让我们,打得更难了。 谈到在防守,端根住库里的难度,爱德华兹说,他从不停止移动,你可以试着,无限换防,但这样不断换防,你迟早会出现错误,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,一直有能量跑动,他打满第一节,都一直在跑,他太难防了。 我感觉他让他的队友们,也变得更轻。松,他的队友们,完全可以单场40分,只要他们能投,因为他吸引了,太多的防守注意力了。 他绕一个掩护,我们就有四个人,要去追他,篮下,总是会有人空位。我们都知道,他在三分线,有多么恐怖。 我一直都跟人们这么说,我在电视上,看了一会儿,他的比赛,都是真的。他随,随便,便就能运球头三分,好像非常轻松。 我在赛前,看他热身,感觉太疯狂了。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